好 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基金会在上午发表台湾人最新的政党支持倾向 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民调 结果发现民进党的部分绿色24.6% 民众党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22.2% 国民党20.4% 实在力量7.2% 还有台湾的激进党6.3% 其他的政党呢1.2% 这表示什么呢 现在在这个政党的部分 在台湾政党出现明显有重组的一个迹象 那么传统的民进党国民党两大党 现在你看起来在24.6% 22.2%还有20.4% 转变成一个三抢三党鼎立 民众党崛起的一个局面是十分的明显 而这也是为2024总统跟立委的选情 投下了一颗超级震撼蛋 也表示说民进党呢 现在虽然还是维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 但事实上来比较一下 民进党跟民众党只有相差2.4个百分点 还有在国民党来赢的部分 是已经是来到了第三大党 也落后了民众党1.8个百分点 那么这也是台湾政党争执上第一次 三个政党选民支持度两成以上 而且彼此其实呢相差差距最大 也不过就是不超过4.2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 现在最新的一个网络民调显示 侯友宜暂时落后 柯文哲现在是第三名 那么国民党智库警长柯智恩 对此也表示说智库内部呢 最近的民调报告也向蓝军支持者来喊话 侯友宜现在民调数字真的没有输柯文哲 他也强调包含目前的梅里岛电子报啦 还有林传媒都是网路的民调 只是来做参考 那么很容易是会被放大来解读 也让蓝的支持的心情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说参选 因为民调低就不敢讲话 恐怕会让自己的气势也就变入了 支持者反倒是不会来支持 那么同时也要看到 现在在侯友宜的部分啊 好你可以看到被提名之后 现在呢也传出整合这问题 现在呢包含了朱立伦主席跟侯友宜两个人 好是不是呢 有内部有发生一些幕僚有口角的冲突 摆不平什么呢 整合郭涵摆不平有内幕吗 现在呢在国民党参选侯友宜 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还有前共事长韩国瑜要合体吗 根据了解 侯友宜跟党友宜朱立伦双方的幕僚 曾经在内部的会议上 一度呢是有口角冲突 甚至是不欢而散 就是为了要整合郭台铭 韩国瑜摆不平 结果呢甚至彼此怪罪对方说 对方要负起一个整合的责任 那么现在侯友宜幕僚表示说 主席伦曾经与诺提名之后 会帮忙来处理来整合 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跟郭涵两个人来见面 那么主席伦幕僚表示 彼此互相的怪罪要对方负起一个整合的责任 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现在呢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 整合场会最后是不欢而散 那么现在这些人说被问到 接下来怎么办 整合郭台铭跟韩国瑜 冷冷的回说 必须要有权力的人才能够来解决 那么党案人士表示说 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尤其是怎么合作 必须要侯友宜自己处理 毕竟侯友宜才是正式获得总统提名权 以及执掌大权兵服的主帅人选 那么国民党的部分 并没有来做出这个回应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团队 现在是不是也要大换血了呢 因为在支持度的部分 现在呢依旧是第三 那么从新北幼儿园 胃药案爆发之后 不断的被质疑说 侯友宜的幕僚反应 还有决策慢半拍 同时呢原本这个第三 而且跟柯文哲的差距 现在是越来越大 甚至扩大到将近百分之十 那么传出党中央 以及党主席轮要出手来协助 甚至台北市的市政顾问 陈国军也会进驻到侯友宜的团队 侯友宜回应说 需要好朋友一起来努力 侯友宜这几天转手围攻 但竞选团队被质疑反应太慢 根据林传媒最新民调 2024总统候选人支持度 赖清德37.76 柯文哲31.29 首次突破三成 侯友宜27.87 稳坐老三 但差距逐渐拉大 另外也因为未要案 侯友宜30到39岁 女性选民的支持度 只剩下7.91% 下降了6.87% 这选情实在不乐观 中常委建议侯友宜幕僚团队 把握每次发言设计亮点 更传出党中央决定出手 整合选战团队 甚至不排除让党主席朱立伦操盘 来担任静总主委 以前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资讯 但总教练的角色 一定会是侯友宜竞选团队最坚强的后盾 党中央现在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我也认为并不可 并且也应该要结合了 侯正营急需招兵买马 扩大决策圈 据传被视为是正统朱家军的台北市政顾问 陈国军将进驻竞选团队 而侯友宜的回应也耐人寻味 要上演老三传奇 侯友宜选战团队势必得大换血 还得从过去未免者心态改变成挑战者 才能扭转战局 外传现在侯朱两个人的幕僚 曾一起装职 并且怪罪对方 台北市议员张庄直言令人苦笑 也建议朱家军主席 直接接下侯友宜的进总出位 侯友宜阵营也应该要 主动一点 对党中央来言而言 这场选举 这有不得出的压力 不但是总统选举 立委选举也同样的重要 等于是两个轮子 要同步的往前走 那这个部分 党中央你说这部分 然后侯友宜现在很忙等等 我是建议 要不助力人自己就接了 竞选总部的主委 然后把党主席跟竞选总部主委 二合为一 把资源最有效的运用 不要再去分两个不同的一个个体 然后双方在指挥的时候 又出现很多的汉格 那时间已经不多 只剩下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如果还在这些 自知节节程序上的问题 找不到一个方向 找不到一个解决的问题 的这个方式的话 我是觉得这场选举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觉得这些幕僚也好 或是两个几个大人物也好 我觉得大家面对面 心平静和的坐下来谈一谈 谁该做什么事情 谁要帮 我觉得也不是帮侯友宜 我觉得要帮国民党 帮台湾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这个战局能够回到正轨 让两军交战 能够有秩序 有节奏的来打出这场选战 我觉得朱立伦跟侯友宜 基本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你说这些沟通 或是像一些联系 那我觉得侯友宜这一方 要主动一点 但朱立伦 要负担这个责任 帮整个的后勤支援 把它建立起来 我认为党主席 就直接接了这个竞选总部组委 让二合为一 让这个效力做最有效的发挥 好 20291的选举也是牵动 2024总大选 那么现在当然蓝绿白 还好大家都想夺得总统宝座 在14号 林传媒公布一个最新的民调结果 显示民营党参选赖兴德37.76 支持度第一 柯文哲首次站上三成 31.29第二 侯友宜21.78第三 那么前立委郭正浪在节目上就说了 这个民调是网路的 所以在40岁以下民众比例比较大 那么60岁以上的人很少在上网 不过事实上在60岁以上投票还是蛮多的 还认为侯友宜一定会被低估 他这个民调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他是 他是网路民调 一句话问亮哥 这是一份有参考价值的民调吗 我认为有 那可是他会有偏差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做网路 所以40岁以下的那个民众会被 他比例会变大 因为60岁以上的人很少人在上网 但没关系啊 这三位候选人正都想要特别看他们在40岁以下的这些族群谁抢到比较多啊 那这样就不是民调了 因为事实上60岁以上的人投票还是很多啊 所以侯友宜这个侯友宜一定会被低估啦 可是不可能差到10%啦 所以侯友宜一定是第三啦 那 这个柯文哲在这么短的一个月就增加10% 唯一的解释就是 517之后因为他上次做是5月10号 那517是确定侯友宜嘛 所以郭台铭的因素已经消失了 上次做民调可能有一些挺郭台铭的人不愿意表态 那这一次这个因素不见了 那很明显就是看到这些人都跑去支持柯文哲 而且比较不表态的人还减少了 所以基本上都跑去支持柯文哲了嘛 因为如果柯文哲是31 赖兴德37 这样就68 再加上侯友宜 那这样没有表态只有10%多 所以他这个的不表态已经很少了 因为这是网络民调 所以年轻人上网多嘛 而且愿意表态的年轻人 本来支持柯文哲的就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他跟赖兴德的差距应该更大一点 我认为他在哪里面里面有一个大型的地方 就是这个人都在跟赖兴德 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有点强烈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他能够帮助他 那么多是你也认为他很少了 那么多是你还认为我朋友